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 林语堂在开明书店出版的一本英文教材 被世界书局标签 碍于世界书局在出版界的强大实力 林语堂和开明书店老板张希琛 依种低姿态和对方商量解决办法 但是世界书局老板沈之方 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置之不理 那么林语堂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被逼上 打官司之路的呢 华东理工大学秦涛为您解读 林语堂打官司终结 标签者很强势 辯言 杨蒋 大表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这一路 人 任何人 杨蒋 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那么张锡琛和林宇棠准备如何维权呢 我们前面讲这个事不好办 因为世界书局的实力比开明书店强太多了 在出版界 世界书局 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 并称出版界三大巨头 世界书局占有了教科书出版领域三分之一的市场 销售网络更是延伸到现一级 而开明书店是一家1926年才创办 创办时只有四五个人 本金五千大洋的一个小微企业 商场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地方 林宇棠和张锡琛一方面是觉得气愤 这个世界书局太欺负人了 明目张胆的抄 剽窃 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无可奈何 自己实力弱小 如果现在不低头和世界书局大战一场 固然是痛快了 但是估计大战后呢 开明书店就得破产关门了 林宇棠已经不是那个容易激动的热血青年了 张锡琛更是一位懂得权衡利弊的商人 他们决定还是先放低姿态 和世界书局好好商量商量 张锡琛找到了好友 世界书局的编辑徐卫南 让徐卫南作为中间人 先带句话给沈志芳 提了两个要求 第一呢 你停止出版 第二呢 你世界书局 你把这个标准英语读本 你改编一下 可以说这两个要求是非常低的 可以说也是开明书店的底线 为什么这么讲 开明书店要求沈志芳停止出版这本教材 也就是说 你此前卖出去的教材 算了 我不跟你争了 开明书店和林语堂自认倒霉 但是呢 你后面不能继续侵权了 第二个要求是改编标准英语读本 也就是说呢 世界书局啊 你还是可以继续出版发行这本教材的 但是呢 你要把抄袭的部分呢 修改掉 这两个要求啊 不但最大限度的考虑好了世界书局的经济利益 还帮他呀 想好了后路 可以说开明书店是人质易尽了 把姿态放得很低很低了 谁知道呢 世界书局啊 居然没搭理张锡辰和林语堂 这让他们是非常恼火 也就是说呀 沈之方啊 压根就不愿意理张锡辰和林语堂 装没听见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 世界书局通过一本抄袭的教材 利用自己的市场优势 把开明英文读本啊 可以完全挤出市场 这个结果呀 林语堂 张锡辰是绝不会接受 因为对于林语堂而言 自己呕心地穴编写的高质量教材 成为别人牟利的工具了 这是给他人做嫁衣 而张锡辰呢 如果退缩了 开明书店不仅赚不到钱 前期投出去的本钱也收不回来 那自己辛苦创办的这么一个开明书店 就只能关张了 所以尽管林语堂和开明书店啊 不想与世界书局呢正面冲突 但是呢 他们已经无路可退了 再退就是个死啊 而且是可杀不可辱啊 既然你沈之方 沈老板是鼻孔朝天 看不起我们 理都不理嘛 那么我们呢 也就没有必要想着和你沈老板协商了 张锡辰和林语堂已经人质易尽 被逼无奈的他们不得不和沈之方发生正面冲突了 虽然他们各自背后的开明书店和世界书局远不在一个重量级 但开明书店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与其等死不如奋力一搏 这一次张锡辰和林语堂不再找中间人 而是直接找来的律师 态度比上一次也要强硬的多 林语堂张锡辰委托律师啊 袁锡联 袁律师 发了个律师函给世界书局 提了三点要求 第一 要求世界书局停止侵权 第二 要求世界书局啊 停止发行 第三 要求世界书局赔偿经济损失 和前面啊 徐卫南的传话一笔啊 林语堂和张锡辰呢 强硬了不少 他们要求啊 世界书局停止侵权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 你世界书局啊 你不但不能出版了 现在投放到市场上的教材 也得收回 另外呢 要求赔偿 也就是说啊 已经卖出去教材啊 你导致我开明英文读本的销量受影响了 那产生的损失啊 你得赔给我 在形式上一对比啊 就更加明显 第一次我们说是通过熟人传话 第二次呢 是律师发送律师函 这就是在警告你世界书局啊 你要是继续侵权 律师啊 就要出面 走法律程序了 世界书局呢 再不应对啊 可就要打官司了 这回世界书局应该没有办法继续保持沉默了吗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啊 沈志方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应对 面对张希春和林语堂发出的警告 沈志方依然无动于衷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会让他一直如此淡定 作为世界书局老板的他 当官司一步步逼近的时候 不出面化解危机 却把自己的员工 那个涉嫌侵权的年轻作者推到了前台 那么这个涉事不深的年轻人突然身处矛盾中心 他究竟会是什么反应 华东理工大学秦涛继续为您解脱 林语堂打官司 终极 要说沈志方啊 也是出版界的领军人物 他怎么会反应这么迟钝呢 沈志方自有他的道理 他认为呢 这件事啊 和出版社是无关 纯属呢 作者之间的矛盾 沈志方的看法 能不能站得住脚呢 咱们根据当时的法律分析一下 根据1928年5月14日 颁刑的著作权法的规定 节选众人著作成书 以供普通教科书及参考用者 如果著名了出处的 这不算是侵权 咱们这个案件中啊 标准英语读本的作者 没有著名原文出处 那显然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就是什么呀 就是侵犯了林语堂的著作权 这个事情啊 和作为出版商的世界书局 有没有关系呢 这部著作权法第31条啊 又规定 因著作权之侵害 提起民事诉讼 或刑事诉讼时 得由原告 或告诉人请求法院 将涉于假冒之著作物 暂行停止其发行 这里的暂行停止发行啊 针对的就是出版商 也就是说啊 告诉你出版商 你不能继续印了 在这场纠纷中 林语堂 你固然可以找标准英语读本的 这个作者去说理 你抄我东西了 那么同时林语堂他们 也可以要求 世界书局沈志芳啊 你作为出版商 你停止出版标准英语读本 沈志芳的看法呀 是大错特错的 那么标准英语读本的作者是谁呢 这个作者啊 名叫林汉达 他呀 就是沈志芳的下属 也就是世界书局的员工 当时林汉达呢 是世界书局的一名英文编辑 在这种情况下啊 沈志芳居然还理直气壮的 采用不理睬的方式来应对啊 实在是说不过去 那么在这种错误的观点的支配下呢 沈志芳啊 把这封律师信呢 就转交给林汉达 说小林呢 你自己去解决这个麻烦 那么这个林汉达是何许人言呢 他1900年啊 生于浙江慈禧 在1924年的时候呢 他从当时啊 有名的教会大学 支江大学毕业 毕业后呢 就在宁波的四名中学啊 教英语 1928年呢 他辞去了这份教师工作 成为了世界书局的一名编辑 他的英文水平啊 肯定也是不错的 但是如果和这个林语堂一比啊 应该还有一定的差距 不过啊 沈志芳啊 还是比较信任林汉达的 当他看到 开明英文读本啊 卖得很火 他马上要求啊 林汉达 你也编一本英文教材 和开明英文读本啊 争夺市场 林汉达呢 也没让老板失望 很快啊 就编好了教材 但是呢 教材还没完善啊 就出版了 这才惹出了这 是是非非 林汉达呢 他在拿到这封律师函之后啊 可以说是感觉天旋地转 怎么会出这种事情呢 那么林汉达呢 是一个刚满三十周岁的年轻人 虽说三十而立啊 但是啊 他的社会经验几乎为零 他是二十八岁的时候啊 从中学教师 变为世界书局员工的 他以前一直在学校读书 毕业之后就在学校教书 他接触的人呢 不是老师就是学生 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么一位 老师读书写字的青年人 能够有足够的社会经验 和人生阅历 处理好这封律师函反映的问题吗 这个没有社会经验的人啊 有一天突然被老板告知 说有人要告你 你看着办 我想啊 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 都会惊慌失措的 林汉达呀 他自己也觉得很委屈 我照你沈老板的意思编书 活要干得快 我难免要出瑕疵 出了事呢 你老板不管 让我同事一讲 同事一听 想想说 我和张锡琛认识 我呀 写封信 帮你去求求情 这位同事啊 叫做范云六 他和张锡琛呢 在商务运输物馆啊 供过事 有点交情 范云六呢 当即修书一封 帮林汉达去说情 林汉达呀 可算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拿着这封信呢 就去找张锡琛 希望呢 希望呢 能早点把事情解决了 张锡琛啊 打开这封信 笑了 范云六怎么写的呢 说啊 毕局出版之 标准英语读本 与贵店 开明英文读本 有雷同之处 张锡琛为什么笑啊 范云六啊 是世界书局的员工 他因为自己单位出版的教材 和开明英文读本 有雷同之处 就写一封信说情 让自己啊 放林汉达一马 如果你世界书局 没做亏心事 那范云六 作为世界书局的员工 干嘛要写信求情呢 那么林汉达作为作者 为什么又亲自送信上门呢 请求原谅 这不是世界书局方面啊 不打自招了吗 张锡琛呢 最近为这件事 很是着急上火 没有证据嘛 拿到这封信之后 他可是喜出望外 是吧 得到了证据 而且是林汉达呀 自己送上门来的 张锡琛啊 心里虽然高兴 但他表面上 还是不露声色 张锡琛怎么城府这么深呢 他呀 比林汉达呀 大了十一岁 在老家绍兴市啊 做过买卖 也办过小学 二十三岁的时候啊 到了上海 在商务印书馆呢 工作 任东方杂志编辑 后来又长期担任呢 妇女杂志的主编 与林汉达一笔啊 张锡琛呢 显然是见多识广 社会经验丰富 张锡琛表面虽然平淡 但内心呢 已经有了一个初步计划 他并没有指责林汉达 而且呢 对他是温言宽慰 他说呀 只要林汉达 不追究你林汉达的责任 开明书店 是不会有意见的 他还主动写了个条子 让林汉达呀 拿着条子去找林汉达 林汉达哪知识记呢 拿着条子呀 开开心心地去找林汉达 林汉达 林汉达 在家不愿意见林汉达 还是真不在家 林汉达无奈之下 就留了个名片 在这个名片 他亲笔写了一句话 与唐先生 今为和平解决 英语读本 讨教如何修改 以便答复三条办法 请于下午四十半 在府上一序 忘物外出 林汉达留言里的三条办法 就是林语堂指出的 抄袭的三个部分 哪三个部分呢 第一 文具抄袭 第二 一篇中 雷同之处有述处 第三 编排中 形式是有故意模仿的 这样一来 林汉达在张希琛的引导之下 又留下了对他自己 和世界数据不利的书面证据 那要说这个林汉达 怎么这么糊涂呢 把这么大一个把柄 献给林语堂和张希琛了 咱们可以分析一下 这个林汉达 他的心理 首先从人生阅历看 这个林汉达 他是个老实人 和林语堂相比呢 他是个晚辈 小字辈 他对林语堂 肯定是很尊重的 那么他也的确是 照搬了开明英文读本的 内容和形式 心里比较愧疚 林汉达呢 一直是以一种认错的态度 来面对张希琛和林语堂的 其次呢 前面咱们讲过 林汉达相对比较单纯 他遇到这个事情 他不知所措 有点病急乱投医 沈志芳呢 作为老板 他不仅没有帮林汉达 应对危局 还把事情都推给了他 这样呢 又让林汉达觉得很寒心 所以啊 林汉达在万般无奈之下 找到了张希琛 而张希琛呢 他的表现 让林汉达觉得如沐春风 大家看啊 这个张希琛呢 又是安慰林汉达 又是帮他写条子 跟林语堂说好话 这张希琛呢 简直就是林汉达的救命恩人呢 他怎么会怀疑 张希琛在害他呢 不过造成这样一种结果 不是林汉达一个人的错 沈志芳啊 应该说错更多一些 从道理上讲 你沈志芳是老板 应该帮员工 把事情扛下来吧 就是你不帮他 指点几句钟可以吗 就这样不闻不问啊 把林汉达 直接推向了矛盾的中心 沈志芳的这个决定啊 不仅是对林汉达的极度不负责任 也是对世界书局的不负责任 咱们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林汉达处理不好这个问题 会对世界书局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呢 不仅如此啊 你沈志芳作为世界书局的老板 遇事就躲 把这么一个年轻人推到前台 这样做事啊 不太厚道 一向精明的沈志芳 在这件事情处理上 可以说是昏招迭出 不可能也行 一一指出了 要求啊 世界书局赶紧修改这个教材 林汉达呢 把这次见面的结果呀 就报告给了沈志方 结果呢 世界书局认为啊 要是依了林语堂啊 这个课本啊就面目全非了 不能称之为教材了 世界书局啊 居然啊 想要用拖延的办法糊弄过去 他们呢 也请律师发律师函 给林语堂和开明书店 世界书局啊 承认摘抄了 开明英文读本的一首诗 其他的类似之处是 智者所见略同 面对世界书局的 这么一种百般抵赖 推诿拖延 林语堂啊 实在是不想忍了 他和张希琛商量 准备把这件事啊 公开给报解 造成舆论压力 于是啊 林汉达的留言 和范云六写的 这封求情信呢 被制作成一幅广告 在当时发行量很大的 申报 新闻报 上面刊登出来 题目是什么呢 世界书局标准英语读本 抄袭冒效 开明英文读本 知铁证 以此啊 向全社会说明 林汉达和世界书局啊 自己承认了自己 有抄袭行为 那么事情发展到 这个地步啊 世界书局 你要么公开认错 要么继续斗下去 因为啊 双方的纠纷呢 已经向全社会公开了 事情啊 已经没有什么回旋余地了 上海的媒体一报道啊 社会大众的眼球啊 马上就被吸引到 这场纠纷上了 社会大众啊 为什么对这件事 这么感兴趣呢 咱们可以想想啊 今天的中学英文教材 要是有问题 社会关注度高不高 学生 家长 学校 教师 教育部门 都得想办法弄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 世界书局的销售终端 是延伸到线的 那么英文教材的影响区域 应该说也是非常广大的 除此之外 文化界 出版界 法律界的人士 肯定也都很关注这件事 林宇棠 在当时啊 文化界还是有不小的名气的 面对来势汹汹的舆论压力啊 沈志方啊 再也坐不住了 他根本没有想到 事情居然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世界书局啊 本来想蒙混过关 所以呢 他一味的装聋作哑 那么可没有想到呢 林汉达和范云六啊 居然留下了书面证据 这些证据啊 虽然没直接承认朝习 但是 把因为理亏而放低的这个姿态啊 表现的是淋漓尽致 所以对于世界书局而言呢 不利的社会影响是已经造成了 因为这篇报道 大家都知道了 世界书局出版的标准英语读本 有抄袭林宇棠作品的嫌疑 作者林汉达啊 他自己都亲自去给林宇棠道过歉了 所以啊 在林宇棠和开明书店这一方看来啊 这场商战到这个时候 似乎已经应该结束了 从事实上看 两本教材白纸黑字 有心人只要一比对就一目了然 而且林宇棠和开明书店还捏着 范云六和林汉达亲笔留下的信函呢 而这两份材料呢 也就暴露了世界书局方面理亏的心态 世界书局还有什么好说的 大家赶紧坐下来好好谈 看看怎么收场吧 那么世界书局啊 有没有这么好说话呢 可没有这么好说话 自视自己实力强大嘛 所以这件事啊 其实才刚刚拉开帷幕 世界书局方面的反击也随之展开 他们不但主动挑起了一场诉讼啊 还最终赢了官司 那么世界书局是怎样反击的呢 又是如何赢的官司 这场著作权纠纷啊 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的呢 我们下期继续讲 好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林语堂编写的英文教材 被世界书局剽窃 可剽窃者却主动挑起了诉讼 本来毫无悬念的官司 在对方知名律师的介入下 顷刻间发生逆转 下期节目中 华东理工大学秦涛为您解读 林语堂打官司 下集出人意料的结局 请不吝点赞订阅